然后呢咱们再来想一想咱们刚才是不是在举例的时候啊说了一些东西啊咱们引入了一个距离 那么这个距离是什么啊这个距离我们通常情况下把它叫做一个超参数 超参数的意思啊就是说咱们在训练模型的时候哎这些东西我是可以改变的 我既可以用L1Distance也可以用L2Distance 这个L2距离啊它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欧式距离 欧式距离很好理解吧对于两个亮本点来说对应对应一个位置进行一个相减 然后求平方再开根号就得出来了吧 那一个麦哈顿距离呢麦哈顿距离其实就是一个绝对值里边的一个两个亮本点进行相减 它就没有平方再开根号这个操作了 其实呢咱们在实际当中啊用的欧式距离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回呢咱们现在就要想这样一个事了 就是说对于这个距离问题啊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设定呢 K值的K我们该选择什么样好啊 如果还有的话其他超参数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于这些问题来说啊现在我们好像说对于这些超参数问题 我们解决起来有些难K精灵K取几个咱们的一个距离 使用L2还是使用L1呢或者是其他超参数 我们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么如何找到一组最好的参数呢 咱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啊咱们现在说就是说我在咱们一个训练模型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要把数据切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用作一个训练级 另一部分呢用作这样一个测试级啊 咱们先切这么两刀 这样是咱们通常情况下的一种做法吧 但是咱们来想一想 现在这种做法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因为我现在还要调节参数啊 每一次训练完之后我拿测试级过来调一下参数 再训练完之后再拿测试级过来调一下参数 然后最终找到一组合适参数 看起来好像行 但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测试级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对于这些测试级来说啊 只能在咱们最后的时候才去用它 测试级只能最终的时候才能用啊 什么叫最终的时候啊 当你模型所有的参数都确定下来之后 我才能再去用这个测试级 而不是说咱们用测试级去调节这些参数 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 这里咱们引入了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交叉验证 交叉验证的意思啊 就是说现在对这样一个训练级和一个测试级 我还是先把这个训练级 再先把这个训练级给它 先把这样一个原始数据级啊 切分成一个训练级和一个测试级 那我现在是不是说 我可以再把这个训练级进行切分啊 我不是要找一组合适参数吗 那我不用你这个TES不用咱们的测试级去找 我在训练级当中找其中的一份 当成我的一个验证级 可不可以呢 显然也是可以的吧 在这里我们看 我是又把这样一个训练级进行切分了 又是切分成了五份 切分成这五份之后啊 我们把其中的一份叫做验证级 这个验证级呢 可以用来调节咱们当前这个模型的一个参数的 那么这个训练级它能干什么呢 这个训练级就是说 我们要把其中的四份 还是当成咱们的一个训练 另一份当成咱们的一个验证 比如说标个号啊 一个12345 第一次呢 我拿这个1234进行一个训练 然后拿5去说一下 当前的这组模型参数 效果好还是不好呢 然后这是咱们第一次迭代 第二次迭代呢 我拿1354 然后不是1354了 1354啊 对是1354 然后拿这个2来当成咱们的一个验证级 是不是也可以了 那么下面还有 就是说每一次呢 我都选择其中的一个 其中的一份当成是一个验证级 拿这个验证级进行一个验证 那为什么不拿其中的一个 不是拿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吗 咱们不就是要调节这样一个参数吗 你为什么还要分成这样五份呢 其实啊 分成这样五份的原因 就是说咱们数据啊 不见得那么纯 没准哪块数据啊 它就是有一个问题的 比如说当前你拿5这个数据 当成一个验证级 可能5这个数据级 显得稍微简单 显得稍微简单啊 就会使得咱们最终的预测结果 偏高一些吧 或者说你拿1 当成一个验证级 那没准这个1 它使得它的1里边 存在着一些误差值 存在着一些异常值 它就会使得咱们最终的一个结果偏低吧 可能有些数据级使得咱们最终结果是偏高的 有些数据级呢 就使得咱们最终结果是偏低的 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事呢 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想一想 有些偏高有些偏低 那我综合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把它们都算在一起 比如说我进行了5次迭代 那5次迭代完之后啊 把它们的一个核求在一起 然后再除以这样一个平均值 比如说最终的结果 我再除以5是不是也可以了 所以说呢 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交叉验证的方式啊 我们就可以消除一些偏高 或者说消除一些偏低的结果值了 让咱们最终模型的一个评估效果啊 是比较科学 或者说是 它是一个比较平均化的 而不至于产生这样一个极端的效果 这个交叉验证啊 其实还是蛮常用的 咱们在建立模型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通过这种交叉验证的方式 来去说一下啊 咱们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参数 它是比较靠谱的 好 然后啊 咱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我现在做了一个交叉验证 交叉验证我要算一下 就是说对于不同的一个k值 会使得我最终的结果 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看这个一个x轴 这样一个x轴里边 它就是说 我k可以取10 可以取一个个位数 可以取20 可以取40 可以取任何的值 然后呢 这样一个横轴啊 横轴就是说 这样一个纵轴啊 这样一个y轴 就是说 在当前的这个参数下 它的一个准确率是多少 比如说 k取一个比较小的时候 比如说这块取了一个3 它可能准确率偏低一些 因为你找的 找的一个样本太少了 那可能在这块的时候 这块的时候 大概可能等于一个 约等于7吧 可能等于7的时候 它的一个效果比较好的 也就是说 对应于不同的一个参数值 会使得咱们最终模型的一个效果 产生很大的差异 那么这些差异啊 我们该怎么样给它进行 怎么样就是说 找到一个最合适呢 通常情况下 咱们就是用交叉验证这种方式 而不是咱们用一个经验值 经验值啊 显然来说 它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交叉验证 是真拿数据级去训练 真拿咱们验证级去调解这个模型 所以说 推荐大家使用交叉验证这种方式啊 来进行一个模型建立的操作 那刚才啊 咱们是不是说了这样一个事啊 就是说嗯在咱们在咱们进行建立模型的时候 我先跟大家说了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k经理的问题 这个k经理问题咱们刚才是不是说有一些问题 结果并不准啊 结果并不准是一件因为什么 咱们来想 结果不准是不是说 肯定是我在算这个距离的时候 哪些距离不太靠谱啊 才使得我们最终结果要么是不太准 要么是产生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呢 咱们来想 现在对于一张图像来说 比如说就是刚才咱们那只小猫吧 那对于咱们刚才那只小猫来说啊 这只小猫在图像当中的一个什么样位置啊 它没把这个图像占满吧 也就是说图像当中并不完全是这只小猫吧 那我们想一想 图像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背景啊 对于这些背景来说 它会不会对咱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呢 因为咱们刚才在算K近点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们对于每一个像素点 都要进行一个就是差异值计算 都要进行这样一个相减的一个 都要进行这样一个相减计算 那咱们在相减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们把什么考虑减了 我们把背景考虑减了 就是说我们看一张图像当中 可能主体只是占这样一个小部分 其中呢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个背景啊 那背景对于咱们最终是有影响的吗 背景对于咱们最终是没有影响 不是 背景对于咱们最终产生了很大影响吧 但是呢背景这个东西有用吗 背景这个东西没有用啊 所以说 我们在用K近点的时候 把这个背景考虑减了 它就会导致我们最终结果是不准的 什么样的背景 比方说在蓝天上 假设说一张一个汽车和一个飞机 它们的背景都有一些蓝天 那它显然距离很近 因为它们的一个像素值都是偏蓝的吧 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不准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K近点来完成图像分类这个任务 K近点啊 这些咱们就不说了 然后呢 咱们来啊 刚才就是举这样一个例子 假设说我现在有一张图像 我对这个图像进行了一个变换 比如说给它偏移一点 或者说给当前这个图像进行一个操作 遮蔽一点 或者说给它灰度一点 那现在咱们得出来了这三个值啊 得出来的这三个值 它距离原始图像的一个距离 其实上它是一样的 就是说偏移跟这个原始距离 它是一个比方说距离是100吧 然后呢 这样一个遮蔽 它跟原始的距离是100 然后呢 这样一个灰度呢 跟原始距离是100 那么现在它们跟原始距离都是100 是不是说它们三个是一样呢 但是咱们从一个实际的效果来说 它们的一个长相是不一样的吧 也就是说不同的变换 虽然可能造成相同的ry距离 但是啊 它们长的是根本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K近灵这种算法啊 它是不可取的 咱们不能用K近灵来做这个事 那K近灵不能做 那用什么来做呢 咱们一会儿要讲的 就是这个神经网络了